不过廉价航空可能吃不到高档的餐点 台湾的虎航今天取得了交通部民航局合法的许可证 这代表台湾虎航即日起就能对外售票 标定计划9月26号首航台北到新加坡 成为台湾首家的低成本航空 台湾虎航2号起就开放预约登记 提供千元以下一万个座位以上的新台币 880元起的机票现在都已经卖光光 880元起的机票